他 他总嫌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从小是娇生惯养 但是现在我为他 已经做了很多改变了 我慢慢地学着洗衣做饭 可他却还是挑剔我 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他就是新鲜感过了 就越来越厌烦我了 他现在经常很晚回家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真的特别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他 而且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说实在的 我如果顾及他太多的话 会很影响我的时间 我为他改变了这么多 现在他留下一句分手快乐就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分手也能快乐 说起来很轻松 其实你仔细一想 又有一些心酸 来掌声请出这对年轻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廖先生 二十三岁来自江西 培训老师 女嘉宾杨女士 二十二岁来自陕西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多久啊 快一年了 分手快乐 你快乐还是他快乐 还是希望你们都快乐 不是你写的吗 所以我觉得谈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段感情走下去 会越来越累 所以我就写了这句话 你想分手是吧 对 您想挽留是这意思吗 所以您来的是吧 是 我就是挺珍惜我们这段感情的 我不想就这样 就是轻易地就放弃了 所以今天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就是先从我们怎么认识的 好 怎么认识的 就是有一次 我们学校有一个晚会 然后当时我就在下面看节目 然后他当时是那个 维持秩序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就当时就挺注意他的 然后我正在看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 我看他也在台上 然后他是他们乐队的一个吉他手 我当时就更对这个男生感兴趣了 结束之后我就问他 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经常找他聊天呀 然后就算是死缠烂打吧 然后就追着他半个月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就是你追着他 是吧 是 是因为外表 还是因为他会弹吉他 觉得他就是挺棒的一个男生 有才艺啊什么的 就觉得挺好的 这个特别正常嘛 谈恋爱就是这样嘛 一下就心动了嘛 后来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对我 就是算是特别好吧 他挺会做家务的 也挺会做饭的 然后经常就是在家 就是把家里就打扫得 就是特别的整洁 然后也经常会给我做饭吃 晚上的时候 也会帮我洗脚呀 擦脚呀这些他都会 还有就是晚上 每天晚上都会帮我 冲一杯牛奶 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 也就会帮我穿鞋呀什么 就是把我的生活都照顾得特别好 这个都是你干的 都我干的 现在呢 可是现在他就对我就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本来我就从小也就比较娇惯 然后在家里就是家务呀做饭这些我都不会做 我就为了他我就学了很多 然后就经常就是给他洗抽袜子呀什么 我都帮他洗 然后晚上他每天特别忙 晚上回来我还得做饭给他吃 因为我做饭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就是蒸米饭的时候 有时候水放多了放少了 他都会说我 还有一次我洗那个山药 洗完之后手就特别地痒 然后我就在百度上面查一些 就是解痒的办法 他就说我矫情 那本来我觉得就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何必就是 可是我就查一下我怎么就矫情了 你怎么不看我就是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改变了那么多 我觉得就一个女生独立应该 从小就应该培养的一个习惯 我并不觉得就是 可是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也从来没有 就是让我什么都不做 可是后来我就做了那么多 你还是说我这不好 说我那不好的 哦